那麼在智能手機日趨普及化的 今天手機廠商的競爭 也是一刻都沒有停止過 而且每到手機霸主們 發佈全新機型的時候 都會帶來熱炒 相關股份的絕佳時機 蘋果iPhone7發售已經半個月 而銷量表現 也未能走出首周銷售低迷的窘境 據Localistic數據顯示 iPhone7發售兩周之後 用戶數量僅佔總用戶的3.6% 未來表現還需要長期的觀察 而作為蘋果最大競爭對手之一的 三星 最近卻是負面新聞纏身 三星Note7在世界各地 發生多起爆炸事故 導致三星或將面對 在多個地區市場份額下降的問題 但三星由於接受投資人 進行重組集派股息的建議 最新股價卻又觸及新高 而除了蘋果和三星等手機長勝均 谷歌也在新推出Pixi手機 強勢加入競爭行列 同時老牌手機廠商諾基亞 也再次重回手機市場 網上甚至曝光新型的五邊型手機 讓市場開始期待諾基亞 是否可以捲土重來 每次iPhone的發布都帶來了 相關股份熱炒的好時機 但是今年的iPhone7被認為是乏善可乘 也使得炒作時間是被大大的縮短 那麼現在手機競爭 進入到了白熱化的階段 一旦手機霸主們有所喘息 也為其他的品牌帶來了發展機會 那麼例如之前一直被貼上廉價和山寨 這樣標籤的中國內地製造手機 那麼現在也開始攻佔中高端的市場 亞太第一位是孫雪奇 李元青 香港報導 好 斯蒂芬 就像剛才這個新聞當中所說的 好像這個在以前大家這個觀念當中 都認為國產的手機 是這個廉價和山寨的大名詞 但現在整個國產的手機都有一個華麗的轉身 我們看到現在它其實佔整個全世界名牌當中 這個市場份額是非常多的 包括像這個華為 歐普等等 包括在這個十大品牌當中 咱們中國產的這個手機已經是佔了有七個 可以它這個市場份額應該是佔到50% 那我們知道像這個華為也好 還是歐普也好 還是現在還不是上市公司 那您怎麼來看現在關於這個手機概念股的 是不是代表說現在手機概念股的上漲行情 依然還可以來持續 而且是說關於這些可能周邊的一些 硬體商的這種可能都可以來繼續關注呢 其實最近硬體方面可能是 手機上關的一些股票都在漲 也是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三星的 你看它市場好像就是越來越跌 沒錯 也是因為一些業外的發生 以後呢市戰也是輸了一點點 中國好像拿了其他的一些市戰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多原因 這些都可以支持短線來說吧 就是人家市場比較關注 就是市戰方面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然後就是越來越抬頭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短線的操作 但是我覺得就是硬件方面 其實也要個別的公司來看 因為如果硬件的發展商 他們最大的一個費用 就是發在那個R&D那個研發當中 這個是越多的研發 於是就是越來越多的一些投資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個別公司 需要特別小心去挑爽 好的 謝謝Steven的分析 那麼一點